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一本书 是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的一本自传 心若菩提 这本书好像显得 这个名字显得好像很果学 但其实这本书的话 是一本让人阅读体验非常非常好的书 我特别推荐给大家读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读过 但是我很推荐这本书给大家读 原因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如果你自己创业 你是一个创业者的话 你很大的概率上 你会感受到一种叫创始人孤独 所以创始人孤独就是 在企业当中很多的决策 你必须要自己做 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做 听大部分人的意见 对吧 你听很多意见都得听 但是要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决定 往往有些时候是不能参考其他人的 就是有些决定必须你拿 所以我自己在和很多创始人 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们都有 都有这个创始人孤独 所以当创始人和创始人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就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这种交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海 我们找到了上海的做得最好的出国留学的 培训机构叫小胖 那我们就约了一个咖啡厅 大概是晚上七点多钟 我们就聊聊聊 一直聊到咖啡厅关门 然后这个小黄老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他极其信任我 然后那天晚上他给我倾诉了很多 甚至讲到他的一些爱好 他怎么理财的 他怎么养很多动物的 我都觉得 为什么好像见面才一分钟 然后他就这么信任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创始人孤独 就创始人 或者我们把它称为管理者孤独 就是管理者都是孤独的 或多或少 当你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 你都有一些孤独感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创业者都特别想找一个导师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机构会接触 会接受一些其他人的投资呢 因为感觉创业没有那么难 对吧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找的导师这种概率很小 基本上能够提供很多 精神上这种指引的非常小 非常少 大部分精神指引都来自于阅读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说心若菩提这本书 就是提供精神指引的一本书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就是我每天都不舍得 不舍得读 然后每天回到家翻几页 觉得特别好 一种伟大的心灵慰藉 就好像就像一个宗教给你提供这种精神支撑一样啊 现在大部分的书籍其实都是一种阅读负担 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啊 一个人看书的时候 专注度会越来越下降 就读着读着就老跳脱出来 读几行字就读不下去 就想到明天的会议啊 一些决策啊 但是这本书不一样 这本书你在读的时候会 每一个字 每一个小故事 都会让你有思考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读路遥的这个书啊 叫平凡的世界 那个时候就是你读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把整个人都带进去了 你有强烈的代入感 但是当然后来你你长大了之后 你读小说的就没有代入感 你会跳脱出来 所以我特别推荐 心若菩提给创业者 或者给管理者 或者给一些 有这种孤独感的人 你去读这个书 你会觉得哇 收获很多 那对于这个福耀玻璃 不是很熟悉的人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福耀啊 就是这个企业 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A股的上市公司 它是上证50指数样本股 所以它上市时间很早 福耀在中国占领 中国的汽车玻璃市场是70% 所以它是绝对的老大 也很难想象 它是一个乡镇企业起家的 一个小厂子 在福建这个地方 从一个乡镇这个地方 高山玻璃厂 一点一点发展成 现在中国占到绝对垄断的地位 而且在全球也占15%的市场 它是全球四家最大的 玻璃生产厂家 而且技术非常领先 那当然它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福耀 比如说它是中国知名商标 是在汽车玻璃行业唯一的中国知名商标 然后2004年起连续两届 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 我觉得这个 大家对福耀了解的人 可能就不需要过多的介绍 所以简单的说 就是曹德旺所创立的这个企业 它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这种成功呢 那对于我来说 这种成功是我渴望不可及的 是我非常景仰的一种商业上的成功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曹德旺他是小学毕业 他的初中只读了一年 因为他初一的时候啊 他很调皮 他去戏弄自己的老师 所以老师就找到他家里来 说这个曹德旺竟然敢捉弄我 他要问责 但是他的妈妈呢 就非常就是可怜的 给替孩子求情 说我们家里穷 可能孩子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才做了这件错事 最后他老师就没说什么 一言不发就走了 也没有说惩罚这个孩子 但是曹德旺吓坏了 他就不敢去上学 所以曹德旺九岁的时候 在农村放牛 然后九岁的时候 才读小学一年级 他读完小学的时候 到了初一 他就辍学了 初学的时候 他就再次成为一个放牛娃 那个时候的话 是集体所有制 我出生的之前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曾经经历过 很长时间的集体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是给村集体劳动的 每个人挣的是公分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 按照人口分粮食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大锅饭 每个人 每个人这个按公分来打 到了年中去分享 整个村集体的粮食 但是这个体制下是 整个村子里面的人 大家都吃不饱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 正好就是分田到户 那个时候 中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没有饿过肚子了 我非常幸运的是 在我出生的时候 村集体开始做包肝到户 那个时候就没有饿过肚子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 曹德旺小时候的成长经历 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顾名 是什么 就觉得 哇 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小时候 曾经出现过的 他创业的第一年是1979年 所以福耀玻璃在商业上的进化 以及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的变迁 恰恰是人生所经历的社会变迁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没有讲我的这个人生 但是我能想到的每一个细节 都跟我小时候所见证的那个社会 是高度相似的 所以特别有共鸣 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每天晚上读几页 想到很多事情 很投入 会觉得很舒服 另外就是因为曹德旺他没有上多少学 所以他写的这个书全是故事 他没有大道理 他也没有去感叹人生 很少很少 但是反而你在这些朴素的文字当中 可以获得很多你自己想明白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书很好 你不要跟我讲道理 Don't give me the lecture 不要给我上课 但是反而这样的书呢 确实能获得一些很质朴的一些真理 特别推荐给大家读 那曹德旺三年自然灾后的时候呢 三年自然灾害全家都挨饿 当时他的妈妈就有个非常朴素的想法 就想给他的儿子找一个儿媳妇照顾自己的孩子 就这个想法很奇怪 对吧 是挺奇怪的 就是他在这个1968年的时候呢 因父母的要求就结婚了 那个时候应该十多岁 然后结了婚之后的话 他就觉得说 我家里应该找一些谋生的技能 所以后来就开始种木耳 家里种木耳 因为他老婆也是有一些嫁妆 把那些嫁妆全部变卖 就开始投资到种木耳 种木耳后来发现啊 在福州这个地方 福清这个地方去卖 价格很低 所以他后来就找到了说 在江西那边的木耳 一斤非常价格非常非常高 所以后来就一个人坐火车 那个时候做生意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有一个罪名叫投机倒把 如果抓起来那是要坐牢的 所以他去了江西一两次之后呢 发现确实是价格很高 很少人做这个生意 所以赚了一些钱 他非常兴奋 所以第二年的话就投入了 三千多块钱到种木耳当中 但是当他把所有的这个收成 拿去江西卖的时候呢 在出火车站的时候 就被一个人给拦下来了 然后把他所有的木耳盘查 要求他到村集体开证明 然后他这个去哪村集体开证明呢 所以后来就欠了一屁股债 三千多块钱 然后这些钱全部是他借自己的村民 邻居家的 所以他觉得压力非常大 这个家里走投无路啊 家里又很穷 对吧 种点木耳 好不容易种点木耳又被没收了 现在欠一屁股债 他待在家里呢 也觉得很难受 所以后来他就去修水库 正好这个时候福清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呢 开始修水库 就派劳力 所以他去修水库 所以你看曹德旺早期的这个成长和经历 和大部分我们现在的人 经历都不相似 觉得自己是来自于农村 也过过一些苦日子啊 但是最起码我出生的时候呢 能吃饱饭 然后家庭和睦 我的父母呢 他们都 我觉得心情都还不错 就是我们小时候家庭是非常和谐的 他们很辛苦 付出很多的劳动 我的父母 我的印象当中经常晚上出去劳作 有时候去 就是搬运木材 那都是非常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但是他们的心情是很愉悦的 我在观察曹德旺的这个时期 基本跟我小时候成长那个时期 有一点点像 但是他是真正在小时候成长当中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是挨过饿的 我在看曹德旺早期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关心 是因为对于家庭 对于早期教育 对于亲子关系 以及对一个人为什么能成功 我是特别特别感兴趣的 因为我总是想我小时候 就是为什么我会现在在北京 不是去一个公司里面做职员 我为什么不在新东方 或者是从老师开始做起做管理者 我在2014年的时候 在新东方11年之后 其实也开始做管理者 如果我留下来的话 应该也是有机会的 可能我现在也能做一个 什么部门经理这些什么 但是但是我没有 我在35岁的时候有创业的想法 我总在我特别想捣回去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氛围 或者是因为我爸妈妈的哪一点 会导致我特别热爱商业 喜欢创业 或者是喜欢一个创业者的这个身份 我在看曹德旺的早期的经历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其实他的家庭当中 有大量的商业教育 他的爸爸呢 在年轻的时候去日本做学徒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早啊 甚至是在国内的这个抗日战争之前 所以他的 是因为他的旧工 在日本有一家布店 但他的旧工 竟然没有让他进入到自己的店 而是让他去了另外的一个店里面 做学徒 三年学徒 第一年的话就是打扫卫生 就是到这种尿盆什么的 这个脏活泪活全干 根本没有什么技术 你学什么技术 没学什么技术 那第二年的话就是 挑着担子 去乡下卖货 我们小时候经常有这种卖货郎 到村子里面来 大部分是浙江那边的人 跑很远的路 过来卖货 第三年呢 回到柜台里面做学徒 然后学会怎么微笑 怎么问好 怎么卖东西 怎么进货 所以他的爸爸在日本经过三年 极其严格 甚至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无法接受的这种学徒制的熏陶 所以后来进到他旧工的店里面 真正在开始帮他旧工去经营那家店 我觉得这个段落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中国人是特别讲究 这个血缘关系的 你是我的亲戚 你在那里有一家店 但是你不让我进你家的店 我觉得在对于中国的价值观 这个很难接受 但是他就工作到了 第二个就是这种学徒制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只修炼你的心性 在日本的这种匠人精神当中 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 我小时候的农村 有一个职业特别好的 就是木匠 那个时候农村的收入很低 但是木匠一天的工钱就很高 而且如果家里来了木匠 帮我们家 比如说做那个木筏子 他大概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那家里一定要备上两个荤菜 那平时我们家是吃不了荤菜的 但是如果木匠来你们家 是必须要备上荤菜 所以我每次我们家 如果请木匠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能跟着木匠 吃点好吃的 比如说会有蒸鸡蛋 就一定会有一个蒸鸡蛋 这也算一个荤菜 特别有意思 所以那个就是木匠他们带学徒 就在我们老家木匠带学徒 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曹德王 他爸爸在日本做学徒 是一模一样 就这种师徒制 第一年没有教你什么技术 你就是得吃苦 修炼了你的心境 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出师 然后再进到他旧工的店里面 做到第三年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店主跟他说的什么 他说你已经出师了 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 你走吧 竟然是这样 就做三年 三年之后本来你还可以继续在我店里面做 因为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了 我是把你送出去 你走吧 真的是交三年交出来 当然你这三年也帮我做了很多事情 很有意思 所以他爸爸在很早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经商 所以后来他在日本赚了很多钱 我在里面看到是十万日元 他说那个时候日元的汇率比美元还高 所以他就把这些钱带回上海 那个时候钱太多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投 他爸爸就投了很多项目 而且也是上海永安百货 大家都听过这个大名鼎鼎名字 他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 所以后来他们一家 他爸爸在上海做得很成功的时候呢 战争爆发 大概是1947年这个时候 他们全家都决定要回到福清的老家 回到福清老家呢 然后他爸爸就买了一艘船 一艘货船 他当时想的是 我这个货船上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运回去 然后到了老家之后呢 把这个货船再租出去 我还可以收租 然后他们全家就坐着客船回来 但是当这个曹德旺一家 回到老家的时候呢 他们的行李却迟迟没有到案 后来他们听说 这个船因为暴风雨沉没了 沉掉了 他们全家的积蓄 他爸爸在日本赚到的很多钱 在上海经商的很多钱 全部沉没 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他妈妈 随身所携带的一些细软 所以后来靠他妈妈的这些细软 架状什么的呢 在他们在老家搭了一个两层的小屋 我能想象就是一个从上海在大城市过生活的人 回到福清这个地方 他们的房子应该是建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 所以这个家庭经济状况实际上不断地在往下走 所以后来他爸爸又回上海经商 但是赚到的钱就不多 所以曹德旺小时候 都是在一个非常贫苦穷困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但是他的妈妈给他提供了相当相当好的教育 因为我总在想 就曹德旺所获得的这些成绩 以及他你看他现在企业创立了40年 他还在不持辛劳的奋斗在这种企业商业当中 他从来没有退缩 什么给他带来的 我不断地在看他小时候 他的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跟他互动的 由于他爸爸因为回上海 所以后来才回到老家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的爸爸给他提供的教育 其实是比较缺失的 最主要是他妈妈 所以他会讲到他妈妈给他说的一些 非常朴素的句子 我这里栽录了两句 他说他妈妈教曹德旺 他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 也没有人为你解决 要摆脱贫穷 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非常非常正的价值观 就是一个孩子之所以正直 是因为他的教育是正直的 而他大部分的教育来自于爸爸妈妈 只有如果我们的父母 在正直 在诚实 在公正这些品质上 极其坚定 那你的孩子就会受到 受到这些影响 那你的孩子大概率是会更成功的 特别重要 我在看这每一个细节的时候 我都在回想我的家庭 我的妈妈教给我的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所以能够推动一个孩子 今天走到这一步的 很多时候 我们叫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是吧 三岁的时候 基本就奠定你的孩子 大概在人到中年的时候 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没有报复 然后他妈妈说 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 是需要取得他人的信任 我觉得这些基本是商业的最核心的东西 商业是什么 商业就是信任 那所以通常要强调说 人一定要善良 一定要有善意 那成功的人就是 因为他的善意才成功的 一个人一定不是因为自私 一定不是因为冷漠而成功 因为成功需要和别人合作 你就跟别人合作 你才会变得很成功 我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信任我的人 但是信任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容易 就我为什么信你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修炼底层的价值观 就是善良 人一定会更加相信善良的人 如果你觉得说 那善良那不容易啊 那我也善良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简单 就人一定会有善良和恶意两点 有些时候呢 恶意的东西会出来 所以我们 其实人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要不断地去修炼自己的善意 永远温暖 永远倾听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永远温暖 一个人要变得温暖 其实很难的 为什么大家 我特别推荐 欣若菩提这本书 就是你在读 曹德旺这本书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很温暖 你会充满很多能量 我觉得大部分人 之所以不成功 或者做一件事情 没有成就 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能力缺乏 是因为他能量不够 他不够温暖 善意不够 没有那么强 以至于能够去感染人 所以他形成的合作 是很少的 对吧 最近我们出现了一个 非常非常悲伤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北京一家医院 有一个患者 因为他不满意这个治疗 所以他把医生给杀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第一个人是非常非常愤怒 对吧 极其愤慨 第二个就是你看到 这样的人 这种要伤害医生的人 他一辈子注定是失败的 而且他会过得非常非常悲惨 非常悲惨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 我们很多人不至于走到这么极端 但是如果我们内心不是抱着一种善意 对他人好帮助别人或者宽容 你就很难获得更大的这种合作 获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去观察 曹德旺小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父亲有非常长期的经商的经历 他的妈妈呢 给了他一种非常非常稳定坚定的人格教育 这个人格教育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也会观察到 就是他小时候很穷 他没有读什么书 对吧 这个对曹德旺的成功有重要吗 我想了很久 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现代家庭 现代社会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孩子没有动力 对吧 我最近周六周日 一直周六的时候 也跟这个的一些孩子聊天 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奋斗的意愿 他把这种奋斗 看成是巨大的压力 和一种极其不情愿 我周六的时候就跟一个孩子聊天 他为他托付的考试 深深地感到担忧 而且他不断地跟我说一个观点 说太苦了 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然后他一直在摇头 一直在叹气 就我们会说 这个孩子没有能量 对吧 没有能量 为什么他没有能量 因为他不渴望成功 他不渴望成功 你跟他说 学好英语 考到一个好的名校 他觉得没有意义 这是现代人的痛苦 那曹德旺为什么追求成功 因为他小时候 他的家庭贫穷 他觉得说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且要获取完整的 他受到他人尊敬的尊严 他们一家 尤其他爸是颠沛流离的 他在追求这个东西 但是我想问你 就曹德旺 他们一家有六个孩子 是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像他这样呢 如此努力地去奋斗呢 可能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家庭当中 就是贫穷这个东西 是有些时候 它是一种土狼 这个土狼当中 能长出什么种子 有些时候是很难控制的 但是我觉得人格教育 更重要 就是可能贫穷 匮乏 会让一个孩子 产生向上的动力 但是爸爸妈妈 给孩子的 这种人格教育 最重要 然后再加上 他父亲经商的理念 他爸爸喜欢做生意 曹德旺爸爸呢 在上海经商之后 后来还是回到了 这个父亲老家 就是想照顾家庭 然后他爸爸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去福州的城里面 进烟丝 那个时候 进烟丝都还属于投机倒把 所以他有一天 曹德旺那个时候15岁 跟曹德旺说 明天跟爸爸去福州城里面 两个人骑自行车 曹德旺当天 在刚学会骑自行车 骑着一辆自行车 骑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骑了一天 骑到福州 见到他姐姐 然后走街串巷 收了很多烟丝 然后把烟丝呢 放在曹德旺的 这个自行车上 然后再出城 出城的时候 他爸爸的自行车 就被拦下来了 检查 不允许带东西 那曹德旺是个孩子嘛 就没人拦他 所以呢 父子俩 又骑自行车 翻山越岭 一路回到福清 中间呢 他有一个 他的这个朋友 开这个杂货店 在那歇歇脚 然后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他爸再把这个烟丝卖掉 中间获取一些 非常微薄的这个差价 然后后来进烟丝 觉得说这个赚的钱 是在太少了 后来他爸爸又开始 做水果生意 因为水果很重 所以就更辛苦了 天不亮的时候 大概是三四点钟 然后他妈妈 就要叫醒这个曹德旺 因为必须要早出发 然后才能够 在当天回来 然后他妈妈是 一边咬着曹德旺 一边掉眼泪 然后曹德旺醒的时候 就说妈妈 你怎么哭了 他说孩子 你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 真的应该多睡 但是妈妈又必须 把你叫醒 因为你要跟着爸爸去进水果了 就是一趟一趟一趟的 有一次呢 是他自己单独跑一趟 但是他那天呢 就拉肚子 所以他浑身虚弱 没有力气 但是他想到说 这一车子水果 必须要送到家里 所以他就一刻都不敢耽误 然后就骑到自己眼貌惊心 终于撑到了半路的那个杂货店 但是到了杂货店 一倒下就不省人事了 然后睡了一整夜 然后第二天 他的爸妈妈非常非常担心 来到这个杂货店看他 然后说怎么了 原来是生病了 你看看这种孩子 就是为什么曹德旺对于成功 或者对于家庭如此深爱 他为什么对家人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不这样 我觉得就是 爸爸妈妈的这种人格的教育 这种正直 对孩子的关心 对于爱 如果你看到他妈妈的每一个细节 你会发现 他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极其伟大的 是非常伟大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在他这个家庭当中 他们真的没有太多的知识教育 就曹德旺小学毕业初中 他就没法读了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 在我们现在看来 这样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 但如果你去读 曹德旺的自传的时候 你会觉得 假设你真正懂 你能够从曹德旺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当中 看到一种非常伟大的教育 因为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 当然不仅是他小时候的成长 他在后面的话 还有很多 就是他怎么去创办这个企业的 在企业怎么跟政府打交道的 怎么去跟各种人合作 怎么做生意 跟这个人 就是跟这个生意伙伴之间 怎么斗智斗勇 最后这个福耀玻璃所创办的 这种企业上的成功是非常大的 起码从现在我个人当中 创业的经历当中 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功是远大于我的 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一种成功 所以第一部分的话 我特别想说一下 曹德旺早期的这个成长 就对一个真正 我把曹德旺称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那他小时候的这个环境 就是非常有意思 他的爸妈妈怎么教他的 他怎么样 这种家庭环境 为什么就能酝酿出一个成功的孩子呢 我们在曹德旺这个成长当中 能学到一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第一部分的延伸 就是说商业的思维从哪来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从商 你现在要教他什么 我们很多家长应该不是创业者 不从商 但是我们可能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一个创业者 或者成为一个企业家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商业的思维从哪里来 怎么样让孩子喜欢做生意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经常说我的爸妈妈是农民 我爸爸在村里面呢 由于他没有读什么书 所以他在村里面就没有做什么 没有当官 他很羡慕当官的 但他一直没当官 但他非常喜欢做生意 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 像是水库和木材 所以他就在中国政策 刚刚允许的时候 就加入到这种木材的 这种贩运当中 经常做一点小生意 把木材卖出去 然后赚一点差价 我在小时候 在一种微弱的灯光之下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爸爸掏出口袋里的钱 有时候就是几百块 各种票子都有 然后就在那数 然后说这次卖了多少木头 赚了多少钱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就是想 就说既然卖木材这么赚钱 为什么我爸还要种地呢 但是我爸就是 偶尔去卖一次木材 大部分时间还是种地 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 我觉得这种小时候 我爸爸就是 就是做生意 赚起差价 这些对于我日后 希望参与到商业当中 或者对于钱的这种兴趣 也是很有帮助的 也非常有帮助 我们现在父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父母 都希望孩子成功 都希望父母 都希望孩子赚大钱 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说 孩子赚大钱 他这个起源来自于什么地方 你在小时候 对于孩子有这种商业教育吗 你又没有让 启发他的心灵 告诉他 商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 我经常跟朋友 比如跟严敏一起聊 就创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这个游戏呢 它很复杂 因为创业当中包含一切 创业有管理 有合作 有人性的修炼 对吧 比如说修炼你的善意 有对困难的态度 有些人你不想沟通 你必须要沟通 有一些部门你不想打交道 还必须打交道 然后你面对挫折你的态度 你失败了怎么办 然后还有宽容心 比如说你一个产品设计失败了 你要承认自己失败 然后你还要勤奋 对吧 就商业这个世界当中 对于人的要求是非常全面 非常严苛的 一个人在创业之后啊 他的自我成长很快 然后他会因为自己的自我成长 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那种自豪感一起来之后呢 一个创业者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 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天天在想说 如果失败了 我去给谁打工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这个想法非常可笑 如果我创业失败 我的下一个选择 一定是再次创业 我不可能会给别人打工 是因为创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 这个游戏很好玩 如果一个孩子 一旦热到这种游戏当中 他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加州硅谷呢 就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 那我走到加州去 我非常喜欢加州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是一个商业的世界 我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大家在前面这部分 可能能获得一些这样的答案 可能甚至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有我的理解 大家有大家的理解 一个孩子的商业的思维 从哪里来 我们小时候 到底应该给孩子 什么样的商业 启蒙的教育 商业如何在一个家族当中 进行传承 因为听讲座的 可能有一些就是创业者 我发现有很多爸爸妈妈 本身就是创业者 他们之所以喜悟的原因 是因为他看到了 当年自己创业的样子 所以你们可能很想 传承自己的价值观 尤其是关于商业这一部分的 那你可以读读这个书 你看看曹德旺 他们是家庭当中 是怎么孕育出来 这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然后最后就是 富裕的家庭当中 如何创造可望 那曹德旺他的家庭 是很穷苦 但是我们的家庭 可能尤其是创业者 他已经解决了财富的问题 我发现现在孩子 最大的问题 什么都不缺 不缺的孩子 怎么才有口啊 大家去看这本书 其实像很好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当然是关于 这个福耀的早期创业 我在这里面 很大的这个体会就是 我在年轻时候 忘记的很多 我小时候的事情 在这本书 都以极其细的细节 记录下来 我很惊讶 曹德旺 为什么他的记忆力 这么好 他把他们当时 厂子创办的 所有的细节 写得非常细致 如果一个不记日记的人 他的记忆力有这么好 我是很佩服他的 比如说1976年 到1979年呢 福耀其实早期 不叫福耀 是叫高山玻璃厂 是在这个县里面 的一个乡镇企业 筹办了三年 1979年生产 正好1979年 我出生 他们现在40年 我今年40岁 哇 跟我一样大 然后在1982年 到1976年 整个这个六年的时间 换了六任厂长 连年亏损 为什么 乡镇企业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呢 我们政治上 就有一个叫钢丝厂 当时钢丝厂 是一个非常吃香的 一个工作 很多人脱关系 走后门 进到这个厂子里面 农民那个时候 能到乡镇企业 去做一份工作 那就简直就是脱离了 农民的那种 极其痛苦的生活 那这个乡镇企业 也是一样的 就是各种人脱关系 在里面参与的 每一个人 都活得非常滋润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 厂子没有利润亏损 做不好 大锅饭 是没有希望的 我知道中国 现在的国有企业 还是非常占主导的 我觉得从这些故事当中 其实就能得出一些 非常简单的结论 什么样的人得把企业经营好 这个企业是你自己的 另外的话 你发现现在 因为在前几年的话 都是创业潮 很多人都创业 有一种创业 是必定失败的 就是这个企业当中 有三个创始人 他们的股权是平均分配的 33% 33% 33% 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失败 因为没有一个人负责的企业 就没有人负责 好的企业 一定有一个人 承担最大的责任 当时他也想 享有最好的收益 所以你在一些伟大的企业后面 比如说淘宝 你会看到马云 新东方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余敏洪 对吧 所以伟大的企业后面 一定会占着一个人 就这个人的人格 支撑早期这个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很重要 所以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呢 曹德旺就承包了高山玻璃厂 他当时跟这个县政府的这个领导 就说的说怎么承包 你愿不愿意承包 承包可以呀 那怎么怎么办 好 交六万一年交六万块 剩下的百分之六十 你们剩下的这个百分之六十归曹德旺 百分之二十员工福利 百分之二十发展基金 所以曹德旺拿了这个六万元之外的百分之六十 然后曹德旺又邀请了五个人 然后曹德旺在这五个人当中又拿百分之六十 实际上曹德旺在整个这个收益分成体系上中 并不是那么多 六六三十六 百分之三十六的这个利润 所以我觉得他整体这个人还是很大度 他不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但是就是承包这件事情 就让这个企业第二年迅速就盈利二十二万 六年的时间没有利润 承包下去交给一个人管 第二年就能盈利二十二万 你想想 知道国企为什么做不好了吧 所以曹德旺在这个承包这个乡镇企业获得成功的时候 他也获得了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些这个这个荣耀啊 比如说什么事劳动模范 福清县政协常委福州工商联副主委啊 这些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在新东方的时候呢 我记得余老师新东方做得很成功 余老师也获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有时候开会会跟我们讲 特别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事情 它的发展轨迹是相同的 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创业一定和新东方会非常非常相似 我的生命体验一定会和很多其他的创始人很相似 为什么创始人和创始人走到一起 他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一定是你们遇到的困难 你们所面临的人性的挑战 你们获得的自我成长都是高度相似的 创业者都是非常有共鸣的 所以你在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就感觉 哇 像一个老朋友在给你讲 他的创业故事 而且他吃的苦比你多 他的创业经历比你长 他遇到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好像是我的困惑 而他全部走完了 所以我在曹德旺的整个创业的经历当中获得了大量大量的答案 比如说哈 就是呃 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啊 富耀玻璃做到现在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水平 那曹德旺现在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是赚钱吗 我觉得他早就已经过了赚钱的这个目的 就是在财富上他这个需求早就已经得到了满足 我相信再给他增加一百万一千万 对曹德旺来说 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这个边际效用很低 你给他一百万他无感 因为一百万对他在他总财富当中占不到什么 但是他在创业初期这个钱对他重不重要 那是很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富耀玻璃早期上市的时候呢 企业授予了他 因为他还是个合资企业 企业授予了他很多股票 曹德旺的第一反应是 跟他的这个家里人说 赶紧帮我把股票卖掉 然后他把他所有的股票变现 卖了两个多亿 两个多亿还掉自己原先 欠的各种债 在银行借的各种款 然后剩了好几千万 剩好几千万 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他就买了一堆的房子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真的是会心一笑啊 就是所有的创业者 在早期的时候 一定对钱是非常可求的 如果你跟一个早期的创业者说 你一定要什么 心怀中国的教育事业呀 要改变中国流美的行业呀 他听不懂的 因为我们首先要满足自己小的愿望 等你小的愿望满足之后 你才能产生一些更大的使命感 没有人跟我说这些 但是创业过程 因为我创业今年第六年 那我是一步一步在走啊 如果我们把企业比喻成一个人的话 现在像个小婴儿 对于我来说 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体验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在这本书当中找很多答案 不同的人看这本书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看这本书呢 我就得像一个老朋友 像一个创业者的老朋友讲 我是怎么创业一步一步过来 我遇到什么困惑 我怎么走的 而且福耀玻璃所经历的中国商业的环境 比所经历的这种商业环境 要复杂的多的多 他要面临很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那现在的话 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了 完全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去做事 就相当高的自由度 而且很受人尊重 但是曹德旺的这个企业 其实是从乡镇企业承包 到跟政府合营 那个时候政府派了一个副县长 给他做董事长 然后曹德旺就毫不留情的 每天训这个董事长 直到把这个董事长给训走 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因为他是跟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 后来才慢慢的变成一个独资的企业 所以他中间有非常复杂的 这个股权关系的转变 我相信现在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上市企业 是一个私营企业了 但中间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很有意思 里面提到的几个小的细节 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不讲太多 大部分还是大家自己去读这本书 我印象特别深的 1987年的时候 他们建立了一个合资玻璃厂 就开始要招工 有点像我哥哥那个时候 去城里面上班 就是招工 那招工大家知道 1987年我告诉大家 那个时候社会的风气 全是走后门 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要招一百个人 有三百个人报名 所有的人都说 考不考无所谓 反正你们各种条子 都已经打好的招呼了 然后他这个三百人参加考试的时候呢 曹德旺亲自兼考 考试完 把所有的试卷全部封存起来 自己送到福州 然后叫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 开始批卷子 批完成绩直接给我 然后回到这个福州 然后回到福清 就问说收到多少条子 他的同事说 收到一百多张 全是各种领导写的条子啊 这个条子写过来之后 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录的 然后曹德旺说 好 把这一百多张条子上的名字 和考试成绩 靠前的这些全都标出来 这一百多个打条子的考生 一个不入 一个人都不入 然后第二个 然后就把这些都画出来之后呢 然后他的下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又说 县长把一到十号的准考证拿走了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十个人不管成绩怎么样 反正必须收 这是县长啊 曹德旺还真敢写啊 1987年 然后曹德旺说 一个都不收 一个都不入啊 全部全部取消 最后曹德旺顶住所有的压力 这个县长跑到他的办公室 跟他吵架 说你是跟我作对对吧 然后他说 现在如果不断了别人的后路 以后呢 你天天这个别人脱关系走后门 你每天都要落人情 我现在一口气 帮你把这件事情解决 不挺好的吗 现在大家就死了那条心了 以后所有的打招呼都不行 就以后就不找你了 你这个时候 你不是减少很多压力吗 我讲的很有道理啊 水平非常高 然后曹德旺最后 录起成绩前一百年的学生 现在的人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可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真正观察到这个社会 没有公正可言 当我看到1987年曹德旺 在招公的时候 他向这个社会展现了一种 绝对的公正和正直 我是非常感动的 这真的是跟年轻的时候 看到的社会是一样 但是我却发现 原来中国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角落 有一个人以极其公正和政治的品质 展现给我们中国人看 我觉得中国人不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进步过来的吗 我们的社会进步 不就是靠这样的一些人在推动吗 我们觉得世界没有公正可言 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这里还是有公正的 然后更多的人会学习你 用公正的方式去对待他人 如果用 如果你们回到30年前 我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 一个青少年 怀着发愤图强 但是又极其自卑的青少年 真是觉得自己的命运 没有机会 很想成功 但是没有机会 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发现说 哇 原来是 原来这个社会是有公正可言的 你会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我读这个书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我真的是为曹德旺的这种 人格上的这种感染力 感到由衷的佩服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做得很棒 就这么一件很小的一件事情 而且大家还要感叹 就是中国30年来 取得的伟大的进步 我知道现在在三线 四线城市 还是要脱关系 走后门 官僚主义 当官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 去政府办设特别难 然后 就是你要看很多人的脸色形势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在一线城市 在北京 在深圳 在上海 已经非常非常公正公平 你要开办企业 只要你正常纳税 你会受到公平的对待 中国一直在进步 如果再过30年 马路上闯红灯的人 或者是需要喝酒 才能做生意的人 拖关系走后门的人 会越来越少 我们要看到 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就曹德旺 他小学毕业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说 这是个老土 这是个农民呢 但是他具有对于人格极其重视 不仅对于人格 而且他对于人格后面所代表的国格 极其重视 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机会是去芬兰做培训 然后国家有政策 是每人每天补助90美元 那一般出国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难得的机会 那干嘛呢 带方便面 带方便面就不用吃饭 就不花美元 不花美元钱剩下来干嘛 买电器 买电器带回家 那个时候什么录音机啊 什么这些都是很稀奇的 但是 就造成一种印象 就是中国人一到那个接受培训的地方 就说 给我找一个能做饭的 然后就在 开始在宾馆里面 开始煮方便面吃 出国的人 接待方都知道 你们就是要自己带方便面 煮方便面吃 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曹德旺 这里有十多个员工 一起 他出国之前 先制定规则 他说 老外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在国外代表就是中国 一个人要有人格 一个国家 同样需要有国格 我不允许你们每个人 到了国外 天天吃方便面 出国的费用 集中管理 吃完 用完 如果有剩余的话 全部上交 不带方便面 也不要外方 请我们吃饭 我们自己有补贴 自己去吃饭 所以他们到国外的第一天 晚上的时候就说 我们要出去吃饭 当时接待他们那个主管 觉得非常惊讶 因为没有中国人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自己吃 吃完之后呢 那个老外就要付款 然后曹德旺说 不要 我们国家有补助 我们自己付自己的钱 所以 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其实 好像是一个特别有伟大 情怀的人 做起来的事情 但是在曹德旺身上 又显得很自然 对吧 这个跟一个人的文化 或者是跟一个人 有没有读过大学 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发现 它是一种底层的价值观 我们是不是那么的 重视自己的人格 我们是不是觉得说 人格是在物质收益之上的 我们会不会因为物质收益 要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 把钱看得那么重要 还是说把人格看得很重要 每一个人组成自己的 都有一些非常底层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正直 善良 正义 是组成你的最底层的东西 再往上才是一个人 比如说美好的生活呀 收入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越活到现在 越觉得一个人 必须需要一些 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才能活得下去 否则的话 你会觉得很迷茫 你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 你觉得奋斗没有意义 你为什么要努力呢 你必须在你的人生意义 后面找到一个更大的东西 对人格的重视 他还有好多小故事 我就不讲其他的故事了 就讲这么一两个小故事 大家都可以去看 比如说有一次 他们有一个赞助 本来是要他去发一个奖杯 后来没让他发 后来轮到他发一个纪念奖的时候 他把奖杯直接扔到盒里面 然后在很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破口大骂 就开始说那个王浩 你是大骗子 这些故事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书里面 去看一看 很有个性 非常有个性 然后他和一些姐的合作 福耀的话 现在在美国开设了一家工厂 然后奥巴马的团队 有一个团队 拍摄了一个纪录片 叫American Factory 美国工厂 这个纪录片在Netflix上面播放了 有一段 之前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曹德旺在美国开这个工厂的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他已经走到了国外了 OK 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了2008年 曹德旺获得了企业界的奥斯卡奖 叫永安全球企业家奖 特别为他感到高兴 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说 中国特别需要世界级的企业家 比如说任正非 比如说雷军 或者是马云 这些人实际上为中国人的自信 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家 也可以创造世界级的成果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都觉得说 我们中国人更自信了 我们不比别人差 我们更好 所以我觉得曹德旺 同样的贡献也是在于 他从一个小学毕业的 一个三村里面的人 从一个乡镇企业家 一步一步做到 在中国立足中国 然后到国外去开场 然后全世界技术领先 这个实际上是给中国人 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非常好的一本书 我总结一下 今天我讲的一些小故事 大部分都在扯一些小故事了 第一个 我们在曹德旺身上 可以看到人的成长的可能性 不是说一个小学毕业的人 就不能有成就 我们也不要用自己 比如说我读了本科名校 我就意味着什么 要用成长的观点 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去看 人的使命感 是如何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我最早的时候 改变的东西可能很小 但是当你的能力 不断地成长起来的时候 你获得了更大的使命感 我觉得当一个人 使命感大的时候 他获得那种 人生的骄傲感和意义感 实际上是 会很让一个人 对生活非常满意 大家要慢慢地去努力 去奋斗 去获得这种感受 第三个是 这是一部中国经济发展的纪录片 我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都在这里面 第四个就是家庭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他讲 你可以在家庭当中看到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什么样的家庭 酝酿高成就的孩子 第五个是 你可以在曹德旺身上的善良 找到很多力量 而且你会发现成功会让一个人更善良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他其他的故事 因为成功的人善于合作 善于给他人带来价值 善意是合作的基础 第六个是 一个人越成功越不虚荣 曹德旺 大家可以在身上看到一种极其朴素的精神 但是我发现很多其他人不一样 就是糟糕的企业家 他成功了 他就越来越虚荣 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企业家 一出去的时候 四五个保镖什么跟着 然后就天天炫耀自己的房子 车子什么买一个号车 我发现中国有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 他越做越虚荣 就觉得钱很了不起 钱可以带来很多东西 我觉得真正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人 恰恰是极其谦卑 他不虚荣 大家可以在曹德旺身上看到一种极其质朴 很真实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找 好吧 那当然 或能把这本书所有的一切都穷尽 我不能全都给讲完 很多东西靠大家自己去体会 但是非常非常推荐这本书 心若菩提 每个人读的感受也不一样 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 因为有些人没有这种成长的背景 或者是相振青年的奋斗史 对吧 没有这个经历 可能这个共鸣可能就少一些 好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